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大家好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好我们看一下一组两岸的 八月份的进出口的 统计数据 一个是台湾我们的财政部 昨天公布八月份的出口 311.7亿美元 这个是创了历年单月的新高 也是第一次 突破了300亿美元的大关 年增8.3% 那么累计前八月的出口 是2173.8亿美元 年增1.5% 好那八月份的出口 能够创新高 主要的有几个原因 那么各国经济解封 推升了云端的 这个终端的需求 5G的一个扩展 还有国际品牌新机的备货启动 还有第四个原因 是华为 华为敢在美方 禁令生效之前 扩大备货 带动了供应链 积极出货 好这里头就讲到关键 因为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对照 是中国大陆昨天也公布 他们的八月份的出口 进出口 八月份的出口 增长了9.5% 那么这也是一年半来 最高的一个升幅 比预期的7.5%的增幅要好 但是进口呢 进口下跌的2.1% 进口下跌的2.1% 好那如果你还看到 八月份的进口下跌 但八月份 刚好是华为 为了要闪避美国9月15号 川普的这个大线 所以呢 不断的拉货 刚讲到说 台湾八月份的出口创新高 就是因为华为供应链 大量的拉货的关系 台湾的这个外销 才会有这么亮丽的一个成绩 那么但是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就表示说中国的内需 那么情况实时远不及 这个官方的期望 那么在华为大量拉货 大量从国外进口的情况底下 八月份中国的进口 那么还是一个负成长 2.1% 那这里头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的复苏 在内需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是很缓慢的 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全球或者说 在中国方面 现在最关注的当然是 这个科技站跟美国之间的科技站 这个9月15号的华为大线 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 那么时间9月15号到了以后 那么所有 凡是由美国使用到美国专利 或者美国管辖得到的 一些科技产业 都不可以再供货给华为 那除此之外 现在媒体报道 这个路透报道 说这个美国 正准备要 可能要把中芯国际 也列入到整个的制裁的里头 那理由是说中芯国际 事实上是中国军方 跟中国军方有深度的合作 好 中芯国际已经否认了 那但是呢 在昨天 这个消息出来了 昨天香港的港股 这个中芯国际 跌了超过20% 在上海A股下跌了11.29% 那么这个是跌幅最大的一天 股价也创新低下一天的单日增发 股价单日增发超过500亿港币 好中芯国际受挫 这个受影响的为什么会这么大 原因就在于说中芯国际 就是中国唯一还能够生产 低阶晶片 同时呢 也要往这个先进制程 来努力 并且已经得到国家 非常多的补助 的一个焦点企业 那么本来外界认为说 华为受到制裁 尽管一些高端的生产 可能没有办法取得 但是至少在中低端 还可以由中芯国际来提供 那么这一提供的话 就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再加上中央预算的一个支持 那么赶超台积电的机会 不是完全没有 但现在呢 连中芯国际也被列为 一个制裁的对象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的 当然这个香港媒体 一个分析认为说 美国制裁会造成 制裁华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能可以从这个月10号 就是后天礼拜四 10号到12号 华为的开发者大会 还有个新产品发布会上 来看看到时候 有没有什么崭新的产品推出 以及有哪一些产品 无以为计 从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华为这个消费者 业务总裁于成东 在回答媒体的时候 已经透露 说他们自家设计的 麒麟9000晶片 在9月15号之后 恐怕面临断货 而即将登场的 新一代旗舰手机MAT40 近日微博流出的 宣传海报上 印上说麒麟绝唱 意思就是说 无以为计 无以为计 好 那么这一波 等于是一个要 杀绝华为 要打碎中国心 心是那个芯片的心 那么所以现在也传出来 这个刚刚讲到的 中国华为要推出了 旗舰智能手机MAT40的出货量 那么订单已经削减 幅度达到30% 这是台湾的这个Digital Times Digital Times的报导 说华为已经通知 相关的供应链厂商 把MAT40的出货量 由原先预测的16000部 要下调成为1100部 从1600万部 下调为1100万部 减幅达到30% 那这是很大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晶片的存货 现在预料明年就会耗尽的 这是一个华为的情况 那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苹果 这是印度媒体的报导 那么苹果现在有八家代工厂 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那么另外南韩三星电子 也早已经在印度设厂 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科技产业 那么随着中美贸易战当中 所形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 在前天的一个论坛上 也提到说 这个产业链的重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叫信赖 那么他相信印度可以成为 这个各方能够信赖的一个国家 好这是印度方面 那另一方面的话 今天在台湾也有一场重要的一个论坛 这个叫做凯达格兰论坛 2020亚太安全对话 那么这个论坛是由台湾的外交部 跟国防安全研究院所举办的 那么今年特殊的地方是 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迈克马斯特 那么就是那个军方 军人出身的 被叫做疯狗 这个一个将军 今天将会在开幕式上 发表专题演讲 另外台英文总统也会出席致辞 而今天会参与的 包括很多美国的现任 跟现任官员 还有专家学者 还有比如说 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助卿 拉塞尔澳洲国防情报组织 前中国事务的主管 等等他们几位 还有包括来自法国 波兰日本澳洲南亚 菲律宾印度南韩 这些国家的来宾 总共有20位 那么要聚焦在地缘政治 还有这个台海南海安全问题 等等 那另外的捷克总理 捷克的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韦兰奇 回到捷克的以后 在昨天 他跟捷克总统曼泽 还有总理 那么在电视节目 有一场精彩的辩论 这个辩论当中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来访台湾之后 有哪些效应 好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的来宾 是老朋友 淡江大学 荣誉教授陈一新 陈老师 一新兄早 这位听众早 好我想今天 我们现在谈一个 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是上个礼拜来访问 来台湾访问的 捷克参议院议长伟德奇 那他来访期间刚好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在欧洲访问了 所以大陆的一些表态 那么跟中间的引起 很多国际的连锁效应 那韦德奇回到捷克了以后 他昨天很有意思 昨天他跟捷克总统齐曼 还有捷克总理巴比斯 这三位捷克的体制上最高的官员 他们一起参加捷克电视台 一场辩论会 就有点像我们那种政论节目一样 那这三个捷克最高层的人 通通上去 那这里面当然总统跟总理 比较是站在一条线的 所以我们看到齐曼就率先发表 他炮轰韦德奇访台 是对中国幼稚的挑衅 然后说他就不会 以后不会再邀请他 参加高层外交政策会议 不过这个齐曼议长也很有意思 齐曼他是比较是一个 从经济角度的思维 他本身是一个经济学者出身 所以外界所了解的是 他曾经聘请有一个中国的富商 叶简明当他的经济顾问 那也就是说 他是比较从经济的角度 来看待捷克跟中国的关系 但是他这个总理 捷克的总理 也对韦德奇也是有意见的 那么他也批评说 韦德奇到台湾来 是伤害了这个 他不认同说是 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是一个好的做法 但是韦德奇当然有他的一个辩护的一个理由 好 那现在外界传出来 已经中国大陆 已经开始用胡萝卜跟这个棒子 已经一起来施 因为王毅说 这个做法要捷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听说捷克的钢琴 这个叫Petrov 是捷克的钢琴 听说中国要取消订单 但韦德奇昨天讲说 那个订单根本还没有下定 从来何来取消 另外一个这个齐曼 总统 捷克总统齐曼 因为表达了很强烈的反对韦德奇来 所以中国已经表明 要邀请他参加中国东欧的一个高峰会 等等作为奖励 所以这是一个 等于说中国大陆的影响还是无所不在 那他等于说也介入到捷克里头的亲中反中 或者说亲台或者不爱台 这样的情况 您怎么观察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韦德奇 我觉得他这次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礼有节 对他的自己坚持的 他是绝不让步 但是他也没有说台湾是个独立国家 没有说台独 表示他在这方面分寸上掌握的相当好 我觉得至于那个总统 我觉得他有他的看法 总的有他的看法 不过捷克是个民主国家 会政党轮替的 以前我们记得捷克总统也颁给连赞的荣誉学位 请他邀请他去 然后在德国的大学里面 捷克的大学里面获得了荣誉学位 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学术外交 那时候好像是副总统是不是 副总统的时候就去了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学术外交相当成功的一个范例 所以将来捷克也不排除有政党轮替的个人 那么当然这个参议院这次去 我相信对捷克的人民有很大的鼓舞 因为捷克在1968年布拉格斯村的时候 他们的民主运动遭到苏联率领其他 总共五国坦克开进布拉格 鎮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是非常厌恶的 所以他也 我相信我认为议长的言行 相当程度代表捷克人民的想法 虽然捷克当然也需要考虑到实际的利益的问题 决定不能说一面倒的反对中国 不跟中国的贸易 所以他们是民主国家 自有他的方向和取舍 是这样子 好 这个我想因为刚好这一次刚讲到说 韦德起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刚好王毅人在欧洲了 那王毅很有意思 因为王毅这次访问欧洲 本来是应该是为了冲着之前的潘培尔 美国国务卿 中美之间的问题 对 而且这个访问 两边是非常有对照性的 我们看到 这个潘培尔 他不访欧洲 不访西欧 他不是访问西欧 他是到东欧 他是到东欧 那王毅不访东欧 是访西欧 这个两边各有他们认为 当然不是是一种 可能说是你到了东欧 我就不到东欧 因为我重点在拉拢 这个英法德 我还在想说会不会 这有一种可能 潘培尔可能认为说 这个西欧他不需要 美国不需要拉拢 西欧毕竟是他们长远的 这种价值观 各方面来说 都比较接近 那是在文化文明 还有人权价值等等 那个是没错 但是西欧现在正在被 中国大陆突破 中国大陆呢 毕竟他也没有什么路可以走 只有选择西欧主要的国家 作为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来对抗美国 或者西欧也完全跟美国走 同一个调子的话 那中国大陆在欧洲就不好混了 可是很有意思 这一次王毅讲的重话 对韦德起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结果他见到了每一个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法国外长 这一次意大利总理孔特没有见他 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没见他 那法国总理这个 这位这个帅哥 马克龙总统 总统马克龙也讲了一些比较严肃的话 另外好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声援杰克 对所以说这次是 我觉得这个对韦德起来讲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台湾之行 那么我认为对他个人的声望的提升 以及他在欧洲声望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显示欧洲也许在实际利益上 跟中国大陆融获有交换利益的关系 但是在人权理念 这种价值体系方面 欧洲国家寸步不浪 好这点就很有意思 因为这一次王毅的访问 你看到这些包括法国 德国意大利的外长 他们还有荷兰 甚至还有挪威 他们大概 我的嗅到了一个直觉 就是说香港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 该提的都提 甚至对杰克的 他对就是王毅对杰克的这个讲法 他们也表达不同意 不接受不以为然 但是经贸合作还是要谈 所以变成一个双轨的对话 是不是将来欧洲开始跟中国是 可能原来中国会说 你要跟我做生意 那你就不能够再挑那些 让我不舒服的问题 但是现在欧洲跟你摆 欧洲有欧洲的坚持 就坚持生意我们归照 这生意还是合作 所以说杨洁篪去了会受到比较大的欢迎 因为他用一代利益来做交换 一个筹码 当然还有其他的双边多边合作 都是杨洁篪去了 来弥补了王毅之行 所没有达成的任务 这样子 所以王毅不是给杨洁篪射圈套 不是射圈套 王毅去了之后给他这样都麻烦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会气氛会好一点 杨洁篪先去的话 因为有经贸合作 所以欧洲国家看到经贸合作的份上 用语的现实用具不会那么重 现在呢 王毅去了 因为出路犯了他们的基本的价值 所以说他们这些国家都不客气 而且要表达相当一致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批评 所以批评杰克就是不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一种 好 如果从这样子 我们为这个议题做个小小的结论 那么在韦德起来了之后 国际媒体也给予很高的关注 有人说 他能不能带动其他欧洲国家 增加更多的跟台湾之间的交流 层次提高 像杰克这样 你觉得有没有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先带动这些欧洲国家的 国会的议员 参院议长或者是有那种 或者是那种就国会议长 那个他们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等到总统呢 或者是他可能个别 像以前那个杰克总统就欢迎 我们当时的副总统 连战去到杰克 对 学术外交访问 那么这个还可能也许会有 但是要说政治上有所重大的突破 可能还不容易 不过大概我想可以想见了 韦德起这一次访问完了之后 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除了住杰克的大使馆 已经被削了一顿之外了 那么现在可能各国的外观 都在严密防止各个国家的议会 这个时候来台湾 这也是我们驻欧洲的这些 我们的外交官施展能力的时候 我们驻德国的这个谢大使啊 这个以前的这个名嘴啊 那个平常不是都吃一口嘴吗 很会讲吗 这个时候展现一下能力啊 这个时候展现一点能力给大家看一下嘛 你至少把德国的议长 议长啊 或者国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请过来嘛 请过来台湾来访问嘛 一种是学术外交 一种是政党外交 另外一个就是国会外交 这三个方向可以去努力啊 对啊 去努力啊 给大家看看嘛 不要平常都只有会写脸书啊 在业务无关的事 在一些事情上面在那边蹭热度啊 你给大家一些谢志伟嘛 对不对 请大家来给大家看看 你的这个表现一下啊 好 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 今天要跟这个陈一心老师要谈的主题 是美国的大选啊 美国大选最近非常的热闹 很有意思啊 因为离选举只剩下八个礼拜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到POP状新闻啊 10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啊 10月3号是礼拜二啊 今天也是礼拜二 所以等还有八个礼拜的时间啊 七八个礼拜的时间啊 那么在美国时间 昨天傍晚啊 最新的一个多项美全美的民调啊 拜登现在还是领先川普啊 大概上个礼拜公布的十几项 民调显示啊 拜登最少领先两个百分点 最多领先十个百分点啊 那么有一个统计啊 是把各个民调加起来的话 那现在拜登平均领先川普 6.9个百分点啊 好 6.9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啊 当然还是一个显著性的 在误差范围之外啊 那但是呢也有分析啊 说啊进入到九月啊 这个这个川普啊将会有九月旌旗 三大旌旗呢 旌旗呢第一个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在九月份现在看起来 这个新增就业人数啊是明显的看好 已经有经济学家说啊 美国第三季的GDP啊 可能会弹生回来啊 大概百分之二十九啊 我们知道他第二季跌了百分之三十多啊 当时大家说不得了 但是现在美国是这样 他是以消费为主的GDP的支撑嘛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个疫苗啊 疫苗现在不断的在加速当中啊 那如果在选前疫苗能够有效的施打啊 这个对疫情的控制也有帮助 另外呢九月份开始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就要来了 这个辩论会一来 我看到有个民调啊 多数人都认为说川普会海K拜登啦 那等等这样的情况 所以意思就是说 赌盘可以看得出来啊 现在赌盘还是看到的是川普的选情 还是被看好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看到了英国的有一家这个赌博公司的预测啊 他们把川普的赔率啊 连任胜率赔率是一赔一啊 那么拜登呢是二十赔二十一啊 所以意思是说啊 拜登的几率还更低一点 所以他的赔率稍微高一点点啊 好我全面做一个铺陈啊 现在请这个易新兄啊 你来讲评一下 你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 未来这一段时间啊 九月十月的惊奇的一些预测 跟结果的看法 我们现在十月的还不敢讲 因为十月的经济可能更大 更大啊 更有更有更powerful有利啊 那么九月的经济可以确定 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呢 可能是成长虽然缓慢 它已经开始成长 开始成长 四月率呢 大概现在只有九点八左右 八点多的九点多之间 那么就领失业金的人开始减少 不像前一阵就很严重啊 另外呢 这个最主要是他的纾困没问题 大家对纾困有信心 而且钱都到手了 纾困是吃票到手 而且都数目的像蛮漂亮的数字 一个月每个月呢 就至少一般人呢 大概有接近两千 一个月有两千块左右 哇那不是挺不错的 但是比失业金还好 他这个纾困金跟失业金又不一样 拨时间有限啊 有直接而且近贷 而且公司呢 也有公司呢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呢 也拿到现金 也拿到这个现金支票 所以美国这个纾困是真的到位的 第二个呢 大家不怕纾困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因为明年听说要这个开始印钞票 这个也就是还有其他国债 出售国债 国债美国的国债是决定是有人买的 因为有利可图嘛 那家没有人买的国债谁要买 这是美国不负责任的特钱 不负责任的特权啊 对啊而且他这个印钞票 人家还假如哪一天不印的 大家还畅然落实 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硬的时候别人会批评 但一旦不印还是畅然落实 就在选前三天拿疫苗 这个厉害 这算计的太厉害了 说不定已经成功了 现在只不过在人体实验进一步实验而已 求证而已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这个赌盘的问题 赌盘 因为他现在民调稍微落后 大概扣掉误差范围 大概至少还应该三到四左右 在这个情况呢 其实并不是 对拜登来讲并不很安全 所以现在贺锦丽呢 这个CAMARA HARIS呢 也到处奔波 对 个人的希望用个人的魅力 力挽困难 但是并不容易 这个有利有弊 因为我们讲过上次 性别因素 还有这个种族因素 都可能有利有弊 有些有好 一定有好处有坏 不可能好处全拿的 然后呢 现在就是看赌盘 赌盘呢 英国一定是赌盘最严重 英国是什么都赌 今天天气会怎么样 会怎么变化都要赌 美国好想 美国不准赌 不准开赌盘 所以说美国人要赌 要到英国 通过网站 到英国去投 网路很方便 去投加注 那么这里面 英国的网站 一面倒的 说是你赌川普呢 你现在拿出100块 可以拿 赢的话可以拿一百九 一美元 这也相当也不错的 接近一倍的一个赔率 赔率高表示 认为他当选的机率 就会高 不低啦 才会高啊 赔率高 他当选的有一百九 就是认为 看好的买的人很多 多的话就不一样了 不过 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辩论会 辩论会很精彩 辩论会呢 大家都认为川普口才好 拜登呢 有点点 川普不太口才 川普不太口才好 而且脸皮厚 而且最近又出个笑话 这个拜登居然说 发明电灯的不是爱迪森 是爱迪森的一个伙伴 是一个黑人 结果 结果差了半天 这个人是有 和电灯有关系 不过他只不过改良型的 真正发明的 还是爱迪森为主 这就跟老讲 也许在之前 也有很多人研究出电灯 但是爱迪森最成功 因为他的可以量的时间最久 最久 最持久 那么后来当然更有改善 就跟现在LED LED一样 这一定会有改善 总之呢 发明爱迪森大概是没有人认为错的 就跟薩斯比尔很多著作 不一定是他的 拜登常常会讲错 常常会讲错 他会讲错话 第一个他会讲错话 第二个川普也会讲错话 但是川普口才好 会自己白来白去 这个大家为什么看好 这个川普的原因 在这里 这九月的几个旌旗 就是应该会让川普再加分 拜登要想加分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个两边的中国牌 现在互相在比谁打的这个强硬 因为拜登现在要追上来 就批评说川普对西藏的问题 从来没有见过达赖喇嘛 他批评他 他说他当选一定要跟达赖喇嘛见面 可是现在也有消息说 大家在查他的儿子 亨特拜登 那么这个拿着中国 中国银行给的这个钱 然后在美国搞一些这种什么 军工合作等等这些情况 我估计这一些消息到选前 一定会大量的爆发出来 你刚讲的十月 这可能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十月军期 当然有人说会猜想到战争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知道大陆现在也有点担心 因为台湾问题要不要打 中国大陆掌控了90%以上的主动权 但是南海会不会发生战争 中国大陆没把握 因为真正想发出战争 应该不是中国大陆 是美国 所以这方面他们也很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可能的 另外十月经济有时候不欠于说是 有什么大的这种战争 也可能是和平的问题 最近你看川普已经促成了两件和平大使 一个是以色列跟阿联 另外一个是塞尔维亚 跟科索沃 科索沃 1999年发生战争 这两个促成他们签了和平协议 那么第三个会不会在十月份出现北韩 北韩来跟美国要价 你要我参加金川四会 那么我们就要交换点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你刚讲到了 就是外交的问题在过去 我们都说历来美国总统大选 外交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 经济还是主要问题 现在还是经济问题 现在还是 但是今年因为经济的问题 有扯到跟外面的关系 比如说病毒 他就推给中国 然后说美国的就业的情况 是因为中国把工作机会都占去 所以本来中国牌是一个 但是你刚提到了 我觉得里头我有嗅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色列跟阿联酋 就是阿拉伯利亚大共国的邦交 这个毫无疑问跟争取什么 跟起犹太人的支持有关 所以假如他们签约的意思的时候 Kushina会排去 对 这个川普的旅旅 更有意思 塞尔维亚我们大家知道 这是以前前南斯拉夫的主体 那科索沃 科索沃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 伊斯兰的国家 那这两个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签约 那么这里头 可能给人家感觉 因为居然 居然塞尔维亚答应的一个条件 是他们把他们驻以色列的领事馆 签到这个耶路撒冷去 同意了 而且今天已经正式的 做这个动作了 那这里面当然有 他们讲说 这个就是完全是 川普选举的犹太票的一个考虑 让国际间支持以色列 把首都签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这个动作 美国是一开始就 以前的总统都不表示态度的 但川普做了 而且做了以后 现在大概用外交力量 让其他国家跟着做 那就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慢慢就变成一个历史的 一个确定的事 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刚讲的外交的 这个发展的可能性 在犹太人的这个方面 外交发展是影响犹太人的票的 而且犹太人票都很集中 大部分集中在 这个纽约州 滨州 康乃提克州 柳泽西州 这几个州里面 所以说票很集中 力量就大 不像华人 什么州都有 那就是什么力量就小了 对 不过今这一次的这个很有 也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 因为帅尔维亚 他一直都不承认 科索沃的这个独立 他不承认的了 那不承认 那美国要怎么去撮合两边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情况是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双方是个别跟美国这个第三方签协议的 是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就好像说 是北京跟华盛顿签了一个协议 然后台北跟华盛顿签了一个协议 但这个协议互相都经过协商 但是台北跟北京没有签协议 这不涉及到说我这部承不承认这个问题 变相的一个和平的安排 变相很安排 因为不容易达到双方直接欠 所以他们我在想说 这次当然你说把面子给美国了 但是也让 这算不算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的一个和平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算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战争 大家还记得 1990 那个很厉害 我们台湾还被迫捐钱 对对对 1996年美国不是派两个航母战斗群吗 来到台湾 结果1999年美国回收 我们当时国安局和外交部 对于捐的金额都抱持不同的看法 外交部说是只有3000万美元 但是国安局却认为是有3亿美元 怎么算的呢 国安局也对外交部也对 外交部给的是现金 那么国安局呢 它是包括这个医护人员 那些都器材的 通通算进去 这很有趣的一个发展 第一次不完战争的时候 哪个国家钱出的最多呢 日本出的最多 因为美国认为 在中东油管的航道 美军花的钱 日本要分担一点 其实大概德国也不少 德国不少 德国不少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德国不少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国民党在前两天召开全代会 他们通过了四大改革的一个结论 在外界最关注的两岸论述的部分的话呢 是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 那强调中华民国的新王融入 是国民党的责任 那这个论述出来了之后 我有注意到 在蓝颖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声音 我看到有一个中常委在会上讲到说 这样的论述没有跟北京方面沟通过的话 有没有用 意思就是说你单边来通过的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像张亚中先生 他有一个意见 他认为说你国民党去强调 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 那如果北京也强调是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前提的 这个九二共识 那两边还能够沟通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把他反对 把中华民国宪法摆出来 这是两种在党内 我看到的两种 一个是程序的问题 一个是实体的问题 那但是呢 在台湾内有人认为说 你不走这一条路 不把中华民国摆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让北京啊 这个鸡吞蚕食 你这个一中各表 他爱理不理 到最后索性就只剩下一中 那怎么办 好 anyway 我知道这个一心老师 这次你并没有参与到 他们的讨论里头 我是只要被邀请 但我都没去 都没去 主席请我示范 好 那我的意思说 那从旁来看的话 最后几分钟 你来评价一下 国民党这个新的两岸论述 我觉得这一次呢 虽然有中华委提出异议 认为呢 没有跟北京商量 对 是可能行不通 我倒觉得 大陆也很多次也没跟我们商量啊 包括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大陆有跟我们事先商量吗 没有 就习近平那么话 然后呢 26条 30条 也没有啊 大的小的都没有商量 我们干嘛什么事都要跟他商量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张亚中说 一定要提中华民国宪法 我说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当然要提啊 否则你一中各表 他对方根本理都不理啊 对不对 你一中各表他认为是 你他只接受九二 不接受一中各表 那怎么行呢 九二共识一定要前面有个前提 一定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这才对 所以我觉得 这次我起先对九二共识呢 要调整 我有点意见 因为不该乱调 因为从理念部分到实际部分 我们都不应该乱调 理念部分 这是我们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 这个产物嘛 九二共识 所以一中要摆在一起 第二 实际部分呢 你能够改大改特改之后呢 能够增加选票吗 我假的能够增加选票 我也赞成 另外一个 能够增加我们的那个大陆的台商呢 给我们的捐款吗 也不会 那家九二共识去掉的话 或者搞得面目全非的话 那可能断流了 我想大陆的台商不会跟你再捐钱了 你让他们没办法在大陆立足嘛 他干嘛捐钱给你 他可能都要收贪了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基本上 我听你的讲法 你基本上还算肯定了 我算基本上肯定 至少没有废掉 虽然里面有一些延迟的 好像意思说这只是现阶段的 这个问题这个现阶段可长可久啊 也可以很短 但我认为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改变 简单说你认为在两岸的对应上来说 这是国民党起码该有的应该要站稳的立场 要站住自己的脚跟 那我再跟您进一步请教 那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在接下来的台湾的选举 这样的论述 对国民党能不能有加分的作用 不见得能够加大分 但也不会扣待头分 因为大陆 这个民进党用这个来抹黑我们 大概已经到了尽头了 要讲再进一步也很难 国民党从那边再可以 可以绝地打反攻 你不能够说连这个都不要 那你跟民进党有什么差别 你讲那么多个三十几个字的 这个什么更改九二共识的理由 人家民进党八个字就解决了 这个什么和平 这个民主 对等 对话 你不是废话吗 拿那么多废话 就是坚持立场就对了 国民党的立场 确实 其实坦白说 在两岸的关系上 现在来讲的话 在红跟绿的对抗底下 难得要撑住一片天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述 可以说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挤出来的 也不得不这样做 好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